你感到有點害羞 來 今天大家可以為大家鼓鼓掌 想要講給我打打笑 那麼 侯子小姐的聽話掌聲教練 以後慢慢的開始揍動起來囉 那 觀眾的警告我們是貴菜滾桶喔 我們侯子小姐的菜滾桶也是非常厲害喔 你看看 現在在觀眾的讓步謠言不換 以微步慢慢的開始往前揍動起來囉 那 為什麼叫侯子小姐貴菜滾桶呢 那 雖然他在野外常常會在廣播的樹林中活動 那麼 這邊沒有適合的樹林狗狼活動 所以寶貴姐姐稍微準備了一個葡萄 讓他模擬在野外的生存法式囉 那麼 後是相信有方的方向 準備走回走點了 你看看 參加觀眾的影片後慢慢的退回走點囉 等到他準備走回走點之後 接下來就更加快的探走時間囉 那麼 順利走回走點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更加快的探走時間囉 那麼 再來看看我們猴子小姐貴菜滾桶到底有多好嗎 你看他挑戰賽之後一樣是不表演的話 一定會慢慢的開始往前跳動起來囉 然後到換個方向 準備再次跳動起來囉 那 另外 這裡會看到猴子香跳躍 勇者拔出高明月的角色 就千萬不要靠近他們囉 那 現在他們已經在四季攻擊 準備發動攻擊了 這時候靠近他們 可是非常維生喔 那麼 後來就這樣可以探走 整個看見影片後慢慢的準備走回家手指囉 走內的 會直接挑戰還慢慢的 直接用走的回家手指囉 那 最後 希望各位帶來的火師小姐吧